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如果人生是一個電影 你希望你的人生活成一部悲劇還是喜劇 我想很少有人會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部悲劇 可是有幾個人能夠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部喜劇 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出生 我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代 什麼樣的家庭 我們所有人的故事開頭都已經被別人寫好 那麼故事的發展有誰來決定 我們的人生劇本有誰來書寫 故事的結局有誰來決定 在我小時候有一部日本的偶像劇 《風靡遺史》 這個偶像劇就叫《東京愛情故事》 這個電影劇裡面有一個女主角叫《刺民立香》 她非常的獨立 勇敢 樂觀 非常勇敢地去愛 她成為了我的偶像 我曾經的理想就是要活成像《刺民立香》一樣的女人 這個理想很快就實現了 這個理想很快就實現了 我23歲在北京開公司 25歲在北京買房買車 看起來我很容易就實現到成這樣的一切 可是直到我30歲的時候 我經歷了一場刺民立香勢的愛情 我愛的人跟別人結合 這段感情的破裂導致了我的人生 就是從一個激情澎湃的勵志天走向了長達十年恐怖片 每一個人持願以後都會經歷一段情緒低迷的時期 這個事情有可能持續兩三個月就不結束了 可是我的這個情緒問題居然持續了兩三年 如果我一個情緒的低迷狀態超過兩三個月就有可能是PPS 我想做一下現場調查 有了多少人經歷過失戀 不好意思 這麼少嗎 只有我不知道十個人失戀過嗎 我覺得他有點害羞了 我以為這個人喜歡吃飯 因為我在研究表裡面寫的是飯吃飯 那我還想繼續做一個調查 有很多產人知道什麼是PPSD 比試驗人還多嗎 大概十多人 百分之十五以內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PPSD 這是心理學的一個數據叫創生後遺跡障礙 它是指人在遭受威脅生命的重大事件 比如說天災或者人禍 而這個人禍一般是包括戰爭、車禍、性侵、家暴 這樣的一些事情之後 導致個體延遲出現或者持續存在的一系列的身心障礙 那麼問題來了 我三十歲的時候遭遇的不過是失戀啊 好像失戀沒有威脅到生命吧 那為什麼會導致PPSD爆發呢 因為成年人在經歷失戀、離婚或者親人病故 這樣的一些重大事件 有可能會激發太平年的時候的心理傳承 所以導致PPSD爆發 那麼我就是什麼這種情況 我當時的情緒狀態是什麼情況呢 舉個例子 我覺得我當時已經變成我不認識的另外一個人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驕傲的、從不流淚的人 我覺得這叫堅強 可是那個時代有更多的那個人 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 一流就等了一半個小時 完全無法制控 我當時已經是五年的駕駛 可是我開車在北京的馬路上 開車就想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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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把我的車撞到西班牌 這時候 我知道 不是我的駕駛技術出了問題 而是我的身體失控的 那為什麼我的身體會失控呢 除了這些情況之外 我還無法藉從精力去工作和學習 所以當時 我只能從專門來辭職 然後打算休息一段時間 我最嚴重的時候 連空氣都很突然 當時我就感覺 當時我就感覺 我的身體外面 有另外一個人 在看著我 在做著各個各個事情 但是我不夠明白 有一個靈魂不在我的身體 到後來我才知道 這種意識流離身體之外的情況 叫做駕駛 這就是PSD的一個典型症狀 在家暴性侵 還有包括家人暴力這些 生壞者當中 駕駛是一個非常群常的一個 性典型式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有一個小時候 遭受性侵的疑惑 當他再次遭到無可免的性侵的時候 他感覺他的身體 他已經飄到了天花板的身邊 離開了他的身體 他在天花板的身邊 俯瞰自己 遭受性侵 只有這樣 他才能夠感覺到 遭到傷害的那個人 不是自己 而且那一會導致什麼情況 解離一方面他的優勢就是 當人在遭受痛苦的時候 會讓他感覺不那麼痛苦 但是另外一個不好的方面就是 當一個人經常性的解離 習慣性的遠離自己的感受 就會導致他失去邊界感 這是我在戲劇治療當中的一個問題面具 我給這個題目去取個名字叫 《我不存在》 我把這個題目去當成一個人 你看他的嘴被封住了 然後他的腦袋也是被封住了 所以 因為他不能夠表達自己的需要和情緒情感 導致他在關係當中不斷地受到傷害 所以他非常的傷心 當他不斷地在關係當中感受不到自己的 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他就感覺自己消失了 這就是我的問題 我沉浸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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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在30歲那一年 因為失業而導致了PTSD爆發 實際上是因為我11歲的時候 遭受了家暴 我11歲那一年 特別幸運的就是認識了刺目立下 但是同一年 我特別不幸地目睹了我爸爸打我媽媽 並且因此 我媽媽頻繁地對我治療到你 幾乎每周一次 我不太記得這個狀態持續了多久 但是那個時候 我採用的方式就是不反抗 不流淚不分泌 我只能靠人 因為我心裡有一希望就是吃了一些 因為我希望我長大以後 我可以逃離這個家庭 我可以活出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未來在遠方 我的幸福也在遠方 所以如果你要問PTSD 可以在一個人的身體裡潛藏多久 那用我個人的故事來說 就是20年 我從來沒有想到的 我30歲爆發的這一系列身體的情況 和我11歲之歷的事情有關 而PTSD的治療需要多長時間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數據 比較長期遭受加暴的 比較嚴重的PTSD患者 他在接受持續專業的治療的前提下 需要10年甚至更長才能夠療癒 當然這是比較嚴重的 當然這是比較嚴重的 我在北京的時候呢 曾經在一個感家暴的公益機構 做了三年的志願者 認識了非常多的家暴傷害者 其中有一個女孩 她在小時候隨便遭受了性欺 後來又當初加暴 後來去三年的校園幫 她持續了五年 接受每週一次的心理諮詢 我問她你 接受了五年的心理諮詢 有什麼效果呢 她說 她說 我終於敢像現在面對你一樣 面對一個末世人 和她說話了一樣 可是當這個女孩 出現在我的戲劇這段課中的時候 她連一個同性之間 這種手指間互相控促的遊戲 她都不能接受 她覺得對她來說太符合了 這段時間 而這個女孩 在我認識她的扮演時間內 她甚至於三次起步自身 還有一位 潮汐教授丈夫家暴的女孩 她其實很年輕 她在大馬路上遇見陌生的男人 跟她路過的時候 她的身體會下意識地落下 她是個男人 沒有任何的能力 甚至連她的女孩 這就是這一類 家暴和性侵的 包括戰爭裝上的這些受害者 她們即使在安全 沒有任何威脅的環境下 她們的身體依然是處於一個高度緊急的 隨時防御的狀態 那這種生理的狀態是伸縮的僵硬的 而我在做療療的過程中 也無意識地發現 我的手在平常也是無意識地握著拳頭 那這個動作表示 我隨時準備防御 我覺得它並不安全 這個時候不是我的頭腦的認知 或者是我身體的條件反射 或者說無意識的狀態 那這種信號都代表過度緊決 這也是PTSD的一個典型症狀 那過度緊決會導致什麼呢 當一個人在關係當中 在人群當中覺得不安全 他就會在所有的社交關係 他會退縮 因為這些關係都會帶給他傷害 他的所有創傷都來自於關係 他會倾向於退縮到自己的角落裡 和各個外界界的聯繫 他也會在所有的機會和成功面前退縮 那這種狀態也會導致他非常深的努力感 以及社交性的退縮 我自己也有長大幾年的時間處理社交退縮的狀態 我因此拒絕了非常多的工作的機會 甚至成功的解決 那對於這些身體受到傷傷的人來說 曾經是因為他們的身體邊界被侵犯而導致的解離 而後來他們的習慣性解離 又會造成他們再次的受到侵犯 所以在小時候遭到家暴或者性侵的這些受害者身上 他們成年以後 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捲入暴力關係 比如說再一次捲入性侵、親密關係暴力 或者說遭受效應暴力 如果他們不接受療癒 那這種暴力會在他們的人生中不斷循環 他們的人生就是一部戰爭片和恐怖片的不斷循環 對他們來說溫暖和愛 溫馨的愛情天或者熱血的立志天都是一種失望 所以對於這些邊界上市的人來說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導致侵犯不斷地在他們身上發生 那麼除了這些家暴、心情、這些比較嚴重的身體侵犯之外 其實我們的社會當中還存在非常多普遍、常見甚至是非常微妙的心理面前的侵犯 比如說 逼婚 其實我很想說 逼婚啊 逼你去相親啊 是一件再正常、再合理不斷的事情 我還遇到過不止一個媽媽逼自己的親生的女兒去跟不喜歡的人結婚 我非常想通過這個機會對這樣的媽媽說 你的女兒和誰睡覺跟你有關係 比如說還有另外一些情況就是一些習慣性對別人進行人格侮辱的人 我很想對她說 別人的價值 由你決定嗎 還有一些習慣性去否定別人追求理想的人 我很想問她 別人的人生由你做主嗎 還有一些在公共場所喜歡法力的音樂和音響看到特別大的人 我很想問他們 你們喜歡的音樂 因為我就必須要聽嗎 所以這些邊界區域在某個生活中其實無處不在 那對於這些失去邊界感的人來說 要怎麼去療癒呢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面具 講《冰火》兩出一篇 大家都看出來從頭頂到這個嘴 都是非常熱烈的憤怒 我的身體裡面藏著 藏了二十年的憤怒 直到我遇見習慣的兒育才有機會爆發 包括我無意識地去撞車撞牆 都是因為我身體裡的憤怒 像野獸一樣要出來 可是我還沒有意識到他們居然有這麼大的破壞力 還好我還活著 有機會來上課來療癒 所以我在戲劇之聊當中 殺了很多人 我身體把給我強壯的男人殺死 把對我進行死亡威脅的人殺死 在演白神公主的時候 我把那個想把我毒死的後媽殺死 我一次又一次的傷人 卻不需要付出真實的代見 這就是戲劇之聊 最美好的地方 戲劇之聊就像一個現實生活的實驗室 我們可以在這個實驗室當中培養現實生活中所需要的能力 比如說憤怒的能力 拒絕的能力 反抗的能力 也包括愛的能力 那麼戲劇之聊當中用於PTSD的治療方法 就是讓受害者和施暴者對抗 讓受害者在和施暴者的對抗當中獲勝 讓他們通過這種對抗來獲得一種力量感和身體的掌控感 因為獲得身體的掌控權 就等於拿回了人生的掌控權 我曾經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去修改我的人生劇本 我把一部恐怖片 把一個只能在恐怖片中放眼 最弱小的受害者的角色 變成了一個主動尋求療癒的自我拯救者 現在我已經獲得靈性的角色 就是一名戲劇治療師 我幫助更多的人去獲得他們自己內在的力量 當我們獲得了捍衛自己邊界的能力 所以我們就不再恐懼 不再需要從社交位置都退縮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能力去拒絕 所以我們就有能力去信任 有能力去交付 有能力去親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需要信任的 不是別人 而是我們自己 如果人生是一部電影 我們故事該如何發展 如果人生是一部電影 你是否有能力把悲劇或是喜劇 你是否有能力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 變成一個自我拯救的英雄 如果人生是一部電影 你是否準備好 該寫你的人生劇 如果人生是一部電影 創造自己的人生劇本 才是最偉大的創造 人生是悲劇 還是喜劇 我覺得 應該由你們自己決定 謝謝大家